我想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太阳花有它的一个背景 有它的一个肥沃的土壤让它成长 但是它一定要有一个主导者 这个主导者是谁呢 蔡英文 她在在野时期 她就成立了一个小英基金会 这个小英基金会 如果从西方政治的观点来看 其实她就是在搞影子政府 林飞凡也好 当时的这个学生运动也好 太阳花也好 其实都是当时在野的蔡英文 还有民进党势力 有计划有步骤的 在用影子内阁 影子政府作为一种推翻 或者是颠覆执政政权的一种手段 所以我觉得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林飞凡 她如果说要被任职为民进党的副秘书长的话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国民党在还没有夺得政权之前 又面临了一次新的危机 为什么呢 因为民进党在任命林飞凡的时间点 刚好跟国民党初选揭晓的时间点不谋而合 那换句话说民进党在下什么棋呢 我认为她在下韩国瑜棋 蔡英文最大的对手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有一点是非常强的 就是她的动员能量 她的动员能量非常强 所以这一点让民进党非常害怕 民进党害怕这样的一个人 他具有社会动员能量 他具有网路动员能量 他有双重动员能量 如果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 我认为民进党任命这个林飞凡 他就是要来做布局 要对付 要来对付韩国瑜 要来对付具有社会动员能量 跟网路动员能量的国民党的 这个竞选的对手 我认为我们要来的